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登场的壮裕亮 演唱的一首歌曲是暖光 这首歌曲仅赢得了黄霄云一人转身 在欠收环节 黄霄云感觉汪峰可能对壮裕亮并不感兴趣 因此使用了特权 回过头看 或许汪峰应该感谢黄霄云 黄霄云选择了一位优秀的学员 并且看出了壮裕亮是有潜力的 之后PK环节 壮裕亮选择的PK对象是合三 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吧 当时的我 看完第二轮比拼之后 就感觉壮裕亮应该赢了 不是说壮裕亮或者贺三谁好谁坏 而是我站在汪峰视角去思考了一下 壮裕亮获胜可能性会更大 只不过 中国好声音最新采访显示 黄霄云原以为贺三会赢 但汪峰却选了壮裕亮 因为在黄霄云看来 贺三的那种专业可能比壮裕亮发挥更好一些 不过 黄霄云也有解释说 自己在看到贺三输掉的时候 其实并不觉得难过 因为她知道 贺三这样的选手 其他导师肯定会抢 黄霄云都知道贺三的实力很强 难道其他导师不知道吗 这里就得说一点了 其实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阵容里面 汪峰和黄霄云这一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他们的做法都很符合大小导师的定位 为什么黄霄云有时候在劝说环节 很难赢得汪峰的认可 说到底 其实就是视角不同 就拿壮裕亮这一次来说 单乐暖光这首歌曲 显然无法对汪峰产生吸引力 但是黄霄云认为壮裕亮的嗓音有着向上攀登的感觉 因为选择了转身 而汪峰其实是从战队角度去考虑的 段亦亮第二首歌曲选取实在太好了 镜子中这首歌曲非常适合他去翻唱 也是靠着这首歌曲 汪峰才选择了他 说起来 在赛后总结环节 汪峰有解释原因 他也是在听了这首歌曲以后才知道 其实段亦亮还是很能打的一位选手 从采访来看 不难看出黄霄云实际上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小导师 他有强调一点 自己在盲选的时候听歌还是会摇摆的 只不过他在听段亦亮和贺三PK的时候 他是非常认真的 跟个雕塑一样不变 他想要听他们有没有失误 有没有认真 这也是为什么 即便是他选择了段亦亮 但是在采访中却仍然认为贺三回迎 并没有偏抬谁 因为他很认真聆听了两位的演唱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认为贺三赢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不知道大家觉得 作为小导师的黄霄云 这一季表现怎么样呢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